早晨 早晨 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新一節 師兄陳述 身體好很多 都是不厭其煩再重複一次 因為有些網友問聯絡方式 其實我在YouTube簡介寫了一個WeChat的帳戶 但由於因為數字的0字和O字可能有點累 我自己也有時不會 所以索性就在影片尾上加WeChat的QR Code 放在這裡 如果有興趣喜歡分享或者聊天的網友可以再加我 因為有時我對YouTube上的留言 我愚蠢蠢蠢 因為網友回覆了我之後 他沒有彈出來我看不到 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有時 後來我昨天愚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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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個網友問我這個佛牌的組合 其實我開始不明白這個組合 後來想一想,我可能有點理解 我相信他的意思是,因為泰國佛牌有樣東西過癮 你喜歡可以帶三塊,或者三塊前一塊後那些 所以產生了很多人迷思在一個佛牌的組合上 因為你請第一塊就沒有,當你請完第一塊之後就不斷陸續續請 那他怎樣選擇或者怎樣配合去帶呢,其實就沒有一條方法 不過我分享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經常性都是這樣 以前傳統,因為我都會曾經,我都有說過 我師兄曾經之前都是一個非常貪心的人 當然帶得多的境,我又要剪招財的,人緣的,避險的 還有些什麼,我忘記了 所以那時候我最巔峰的時候是帶過七塊牌去身 但是最後呢,小弟現在只是帶一塊而已 但是呢,想說一下,通常我如果去到構正的帶三塊牌的選擇 都是尼波開物就是,一塊就一定是招財啦,對不對? 那招,即是人世間你當然要叫我講錢,不講錢你找什麼 吃飯都給你吃,對不對? 所以招財就必定啦,招財牌很多的 我想你相信你那些傳統的招財牌,龍波印啊,四面神像神那些 都可以納入招財牌啦,其實有些師傅的自身牌都可以招財啦 或者你例如好像玉佛啦,其實都是代表尊貴的,富有嘛 那也都可以啦,有錢老一點的人喜歡有時候會帶柏勁 不是除了是健康啦,也都會有代表財富 可能他覺得健康就是財富啦,所以呢,招財的聖物就必定要有的啦 那而當選擇完招財聖物之後呢,第二個範疇就是我會選擇人員的 因為小弟做的行業呢,是要見人,要經常都要跟人說話 即是說話說到喉嚨乾這些東西來的,所以我又比較喜歡說話啦 那所以呢,人員暢旺呢,對所有,其實你所有行業,除非你是做工廠癡膠花 那現在沒有啦,那你怎樣都需要見人,甚至乎你走出去買個飯盒 你都要見人的情況之下,那人員呢,其實對所有的人都是需要的 因為你生存一個人類群居的社會來的嘛 那所以不是純粹說什麼溝女啊,那些溝仔,不用說這些的 那人員的性物,我相信是每一個人都需要有啦 那所以呢,人員暢旺,那你就選一些昆平啊,蝴蝶牌啊,九尾狐啊 那類咯,或者好像有些師傅的,有些自身的性物啊 那些特括啊,灑力架啊,那些這樣的性物啊 都是一些招人員的法門的性物啦,或者你,你喜歡整個抽音牌的 那有些多妻坤平啊,那些都可以啦 那所以呢,人員我是覺得也是非常之重要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呢,當招財之後就到人員 其實人員行先先到招財,你沒有人客人又何來有錢呢 所以就通常這兩樣就必要的啦 那而第三樣呢,我通常會選擇擋險的 那呢,也都在以前我也覺得,擋險又會不會擋了人員 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點的 但是,人員也是這樣的嘛,有危險又怕,所以想擋險啊 或者有些人想擋是非啦 那拉虎擋是非,必打擋險啊 或者現在傳統流行的那些毛頭老虎就是擋險 強效擋險啊,或者那些策括擋險啊 那些師傅,或者那些老虎的性物都可以有擋險和招財的功用 那其實就,我覺得三塊就OK的啦 那如果你說有些人,我還是不安心的 那隻鬼在我後面搞糕啊,那我怎樣的,不好意思說粗口 那搞我之後,所以後面又掛一支東西 那有時候通常後面就掛一些特括啦 可能虎皮的符通啊,一些千變萬化符通啊 或者有些人掛一個拉虎在後面啊 嗯,都OK的,沒什麼所謂啦 那如果你說再上一層樓,要再加呢 就是一加就說你加多兩塊了,對不對 就是你講前面三塊,後面一塊,一加都是一對的啦 那如果再加,我相信你怎麼都要加一個佛祖 你在戴佛牌嘛,佛牌沒有佛祖,你真的搞它不行啦 那就是所以呢,如果你說真的要貪心一點再加,那就加一個佛祖 就是成功佛,其實小弟我覺得帶成功佛是非常的好的 不過可能很多人覺得太靜怒,所以呢,就千那那是一個好的佛祖 但是很多人都不會聘請 那好像欲佛都是好的 就是我覺得帶了一個人是比較旺,而且你這個人沒那麼貪心 那如果不喜歡佛的,那你就選筍笛啦 筍笛都很多啦,就是龍泡屁啊,亞讚多的後繼版那些 很多都有師傅做筍笛啦,那這些都是自己的 那可以選一下啦,而剛才說的,因為要加一隊嘛 那所以呢,通常最後避不開呢,那就健康啦 那就拍勁啦,加一塊拍勁就搞定 那抽齊五塊,加後面一塊擋東西 那應該怎樣都夠啦,大哥,再帶頸都斷啦 所以就不用帶那麼多啦,如果純粹講組合,我覺得可以這樣去配搭 那至於你說裡面的選擇,那其實你自己喜歡啦 不用你去高低的啦,不用我之前向佛牌伸手 不記得哪一節的時候都說過,不用特地說什麼佛祖的地方 中間不需要的,哪一塊最大就放中間啦 其他那些小隻就一直放上去,最輕的放最高就舒服一點 但是OK的,不用搞那麼多這些東西 那而呢,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有個網友就問呢 就好像是同一個人來的,糟了是不是,隨便吧,不要緊 那他就問,他說,強勁,強勁的正牌 哇,龍波燈的正牌,五大自身像的力量 其實是不是都不及陰牌 那我相信這個網友問這個問題,必定是兩個情況 一是他就是想要財,一是他就想要人緣 如果不是,沒有一件事你會很明顯馬上感受到的嘛 那但是呢,在小弟的過來人的感覺呢 我陰牌全部都送走的,那我還有一塊陰牌在那裡 其他那些都可以算,都不知道算不算,隨便吧 那另外就是古幻 那為什麼我送走那些陰牌呢,其實離不開因為小弟茅山的弟子身份 那我覺得算了,我放在他那裡,我覺得他們都未必好 所以就算了,還有那些陰牌我不是共有很久 數量都不是很多,所以那時候送走 那但是呢,如果說力水呢,真正以前的大師的力水,不要開玩笑 是真的,真的很真的 你不要以為戴一塊師傅牌,是不是沒什麼了道 我可以跟你說,我戴這塊龍波燈,我戴了一個禮拜,我不敢再戴了 簡直不敢戴,小弟真的不敢戴 小弟是一個非常網語的人來的嘛,衝口而出,不知道說什麼廢話 那龍波燈這些大師,你戴著他的牌之後亂講二十四呢,這樣就大件事了 然後我發覺,生意就一落千丈那種感覺 那所以呢,如果你說去旅行,或者有些人他本身是高風險的行業 那你戴這些檔險,很強的檔險 我跟你說,這塊檔險一定比所有你什麼所謂的陰牌檔險 陰牌沒有檔險,我不知道 那你說好像招財或者一些那些牌呢,或者招人員的牌呢 其實很多師傅都有好的,但是我跟你說一件事就是 強的師傅的正牌呢,他罰你都罰得很厲害 那是一個小小的提外壞的分享,不過網友不要讀我背後了 小弟有塊龍波燈或者亞棧燈的師傅置身牌 因為那時候我的朋友說好嘛,那我就說好,那我要啦 其實是和人交換的那塊牌 那好啦,拿回來,但是當日我帶了他下街放狗 放狗的期間,因為經過一條隧道,那我的狗就是放狗 那些紫娃華來的,放狗的時候它是柯屎,當然要收拾了 那收拾完之後呢,跟著它就不知道要走到哪裡了 那我這頭顧得來,收拾完之後又要上樓梯要抱它 那我就,啊,師兄陳那一刻就壞了,左望右望,沒有人望 那當然是馬上把那塊屎扔到坑渠,打算走人 好了,扔完那塊屎,我上了樓梯之後,走前了不夠十步 就中白甲屎,週頭送回頭上給你,送回那塊屎給你 那所以,厲害的師傅牌呢,他送給你的東西都很快 他厲害的師傅的力量,你守的規矩要守得很好 就是不要做壞事啦,不要說人是非啦,不妄語啦,不要喝酒啦,不要偷東西啦,五界一定要遵守啦 那你就帶得很平安,也可能帶得很長黃 但如果你說,我自問一個我不是一個可以這樣的人呢 那你帶回一些不要那麼強的牌,或者你選一些所說的音牌 其實音牌,我想就比較貼近我們一點啦 但我不建議的話,只不過是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純粹單純接觸音牌,你沒有接觸過正牌的話 純粹一下就音,我不是太太建議的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朋友呢,一間有自己嚇自己 啊,糟了,供養的音牌好就好,不要 因為音牌,首先他幫你我覺得不出奇,因為給了錢 但如果他幫到你多久呢,可能去到某個地方他幫完你 他可能他走了,但你覺得你的運程馬上滑下來 你覺得是不是有鬼搞你,那就糟了,到時候又是一個搞字 那所以呢,我就不太建議啦 但如果有喜歡的,那些銀的喜歡的就請啦,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那接著呢,那個網友就說 那些佛牌跟水晶擺不擺在一起 因為小弟有儲水晶,儲石頭 那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所謂,正牌沒什麼所謂 那放在一起也沒所謂 但我又不需要特地放在一起 你不會拿水晶幫佛牌充電,好笑的,對不對 那我都是分開放的,佛牌充電,水晶充電 那你放個擺設相都分開啦 即是你沒理由將那些,你老婆玩的那些 例如那些,那些公仔 跟男士玩的高達放在一起 那你同一個櫃都不漂亮啦,對不對 感覺都奇怪,所以我覺得就 你說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的,但我覺得奇怪些 那而呢,有個,也不是一次,有幾次啦 有些網友很流行的,例如我介紹一個聖物 這個牌招財怎樣怎樣的那些 那網友例牌,有時候有些人喜歡唱反調的 這些牌,如果幫到你,你不用做啦,成那些 那真是的,老實說,如果招財牌 你打算不用做,你不用帶的,你不需要帶的 如果那塊牌請了回來,你可以硬硬硬腳,可以馬上有錢 那我都是三番四次講的了,你給得起多少錢 一萬幾千,十萬,八萬,那些錢來的嗎 如果是這樣算的,你沒有給上一億,別人都不會給你 那塊牌請了回來,你不用做硬硬硬腳,對不對 你是不是等於你做生意,我問銀行者 一求去做投資,必贏的話,我借夠一千萬都可以 所以佛牌不會的,你沒有打算請了回來就硬硬腳,那就可以了 那,而對號有一個,好像也是有個網友,很好笑 他這個問題,我覺得他問得很棒 他就說,如果我帶著,因為他應該是講龍婆Tot 龍婆Tot那集,因為我說龍婆Tot,你別帶著龍婆Tot 你別帶著龍婆Tot的聖物去賭錢,否則必輸 輸了,剛剛不行 那他說,我帶著強勁的招財聖物 那可不可以,如果帶著龍婆Tot的聖物 那我去賭錢,那會怎樣 我說你都是輸到底褲都沒有 因為呢,老實說,招財聖物,講明招財聖物 他沒有講招橫財,賭錢是橫財來的 正財、偏財和橫財你要分開 橫財就是不勞而獲的財,即是那些非來的錢 那些在小弟的孤陋寡民裏面 因為聖物上的招橫財,我沒有見過一些特別強勁 即是沒有特別厚悲 如果有的,可以有網友提供一下資料 即是那個師傅專門做橫財聖物 很強啊,帶親都贏的,有沒有這些 即是賭錢贏,或者不要一定贏 八成都贏的,有沒有這些聖物 那我相信我沒有見過,我真的沒有見過 那但是龍婆Tot呢,他就是泰國大白宮來的 你找個二流的橫財聖物和一級的大白宮去比 那你當然大白宮就贏了 所以你輸就輸一下,正常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自己再考慮 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挺有研究性的,好笑 所以拿出來分享一下 那之後就是有說,有個朋友說 他供古曼就問我,供古曼需不需要每一 例如你供,供飯,供汽水,供餅乾,供糖,供生果,供甜品 那是不是每一樣東西都要插之香下去 那傳統我見到亞棧是這樣的 或者一些大間的佛牌店都是這樣的 那但是我相信你不插香他不代表他收不到 你插香他不在這也不代表他收到 那就看情況咯,如果你家裡 我經常都說現在香港的那個家裡 你猜幾萬呎嗎? 都在說幾百呎,騰德空出來 放個古曼的位置都是在說尺多兩呎 再樣樣裝香下去,那就糟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一個香爐裝下去就算了 叫你回來吃就吃 我供你你都要求逐樣插香 那你吃飯我不用吃飯 我都要給我時間吃飯 所以年輕人應該就不會這麼高要求 只不過阿讚他們做的傳統是這樣做 你喜歡可以學,但不裝香是否代表他吃不到 有時候我老婆給他們早餐吃 我都叫他不用裝香 因為有時候關了冷氣還沒開槍之前 我都叫他不裝 那他是不是吃不到 我相信你自己選擇吧 古曼你經常吃不吃我都幫你做不到 不好意思,剛剛好吵有架電單車 然後有個網友說 他說供古曼是要在師傅買香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來的 我相信這些很流行台灣很流行這些 內地又不知道,澳門我也不知道 香港我真的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有個佛牌店賣香給你指定 還是要供他那個古曼 真的沒有 如果你說阿讚的古曼 我相信不是一般古曼 那是那些靠東西 如果要指定的香 可能是否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在裏面 如果不是的話 古曼一般就是普通裝一些檀香 拍香就可以了 不用特意弄一些 特意VIP弄一支不知道什麼的香 可能不知道賣給你多少錢 或者有些師傅很流行的 做那些粒粒粒的東西 就購買回來的 那些所謂的叫做 那些叫做什麼 煙貢食指 做個噢啊噢啊 或者噢字啊 那些這樣在裏面 可以叫做好一點 那這些你自己個人喜好 這些都是心態問題的 沒什麼所謂的 你喜歡莊園芝香念 噢啊噢三個字 就一樣的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那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 我覺得不用 你覺得裝了好 那你就裝了 如果你說 其實只不過覺得可能 因為我相信他問的 就肯定覺得是因為 他想轉 但是怕不行 那我可以跟你說可以 那就轉了 除非你那個是不知道什麼古曼 即是說我意思是 你那些是靠野古曼 即是在我 介紹古曼童的靠野那三種 不過應該現在很難請到的東西 那些就相信是某些師傅獨特的配方給你的 香或者某些方法 即是 那好了 跟著呢 最後 這個問題就經常都聽到的 因為可能現在多了人去泰國 去共爭 那經常都或者看到 為什麼共爭給食雜的 不是食齋的 究竟是和尚食齋還是食雜的 為什麼叫我們不殺生大距 在吃雜 豬又雞 其實因為 這個就真是 唉 很難說 因為如果我所認識的喇嘛 就是全部食齋的 即是叫做北傳 藏傳佛教 叫做大聖佛教食齋的 他們來香港全部食齋 我們請個食飯都是去齋譜 吃貴一貴 很貴的齋 但是泰國藍傳上座部 那些師傅食雜 因為他化圓 化圓就叫做徐圓 即是善信給什麼 你吃什麼 那泰國人好 他會給你牛肉 但是魚啊 雞肉啊 豬肉啊 那家人他吃什麼 給什麼化圓給你吃 那如果你要選擇 你就叫做攀圓 攀圓和徐圓是兩樣東西 那和尚家要徐圓 不可以攀圓 攀圓的意思就是 我要選擇 我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我要選擇 我要睡在哪個地方 我要睡 不可以睡地 我要睡在一會兒 整張虎皮我睡 或者我要睡地幾多寸 我要有風扇 我才能睡到的 如果不可以 那些叫攀圓 所以除了頭陀十八物以外 所有東西應該都是屬於攀圓的東西 那所以呢 南傳上座部是原始佛教來的嘛 始終他是沒有更改佛的所有意思 他不逆的嘛 他不逆本 那所以他是沒有更改 那所以呢 他們食雜 他們沒有殺生的 他不會自己湯完條魚 去煎來吃 那是善信給你吃他就吃 他只不過 你給我吃什麼 所以他們食雜就沒什麼所謂 那所以有其實很多時候 食齋 都是講回比較一些 就是 可不可以叫心老一點點問題 食齋就不代表你心清淨 食肉不代表你心雜亂 看看你自己的心態 你去齋店吃那些什麼 齋滷味、齋燒鵝 齋什麼 那些名字 齋排骨 齋那些 不又是名字 那些究竟你在吃齋還是吃肉呢 但是可能你在吃好像孫悟空那套戲 他的師傅在吃雞腿 你心中無雞腿 我吃也無妨 好似祭公活佛那樣 那所以呢 這節就純粹 啊佛牌閒談 說已經說20分鐘先 不好意思啊 我講起就長氣 那 都是這樣啦 訂閱我師兄神藥術的頻道 那影片後 加回那個 WeChat的QR Code 方便網友可以加我 聊聊天 那這節就這樣 遲些再跟大家聊 拜拜